這個佛法是從這個佛在菩提宿下覺悟 為眾生說而來的 覺悟的念含基本上就是 緣起無我 這個無我 所以我們說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怎麼證得無我 因為生死的真解 從緣起 就佛所在菩提宿下見緣起 那麼緣起一般我們說的十二緣起 緣起不一定十二支 但詳細的說就是十二支 無名緣閒 閒緣誓 誓緣明色 明色緣六路 六路緣粗 粗緣瘦 瘦緣愛 愛緣取 取緣有 有緣生老病死 憂悲難苦 那這個中間的一個主要關鍵就是無名 無名跟貪愛 所以佛法裡面常常會說 所無名為父貪愛為母 而有眾生 然後愛取有 愛強烈的直取 由貪愛然後直取 然後就產生生老病死 幽悲難苦 就種種種種種的苦 那麼所以佛法是滅苦之道 是滅這個倫文的苦 那麼苦從哪裡來 這些苦它是往前推 追根溯源 所以佛法重點在 苦它必然有苦因 苦它必然有苦因 苦因是因為老病死 優悲難 那麼這是從有生命來的 那麼這個生命怎麼來 因為你累積了這一些 累積了這一些生命出生的元素 我們叫做有 這個是未來的潛在 這個有裡面主要兩部分 現實的存在 就是我們這個生命 現實生命的存在 跟未來生命的潛在 那麼你在這個現實生命的存在裡面 不斷的累積 無名貪案 這無名貪案 就是在境界裡面 四明色六處處受 這一些裡面生起貪案 那麼你因為有我見 什麼是無名 根本的說 執著有我就是無名 執取有我就是無名 那麼詳細的說 廣說不知善惡 不知業霸 不知世帝 這些種種的無知 就叫做無名 但是根本無名 根本無名是執取有我 因為執取有我 所以有我見就有我愛 有我愛就有我所愛 有我愛我所愛 就要執取我保護我 而生起種種的煩惱 造作種種的業 那麼這一些煩惱跟業 就會累積成未來生命的潛在 所以我們叫做一業輪迴 基本上是這樣來的 這個是佛陀在菩提樹下 所絕入到的 那麼他知道這 緣起的重點 像是恥過敏 一業輪迴 我們是一業輪迴的 那一業是怎麼來 從煩惱來 煩惱怎麼來 從無名來 那無名是什麼 不知有我 不知無我 所以我們一般叫做 輪迴基本上叫做 獲業 獲業苦不斷旋轉 或啟惑 或就是煩惱 煩惱主要有兩種 觀念上的錯誤 行為上的變差 叫做見煩惱跟愛煩惱 有時候叫見惑失惑 那麼這主要就是我見 我見我愛 或業苦 苦 然後因苦在啟惑 啟惑在造業 造業在生苦 因苦在啟惑 就這樣不斷的循環 那麼就在輪迴裡面 有時候好一點 有時候差一點 然後這就是六道文維 三界六道 那麼這個是我們要講 佛法的根本 佛羅在普提書上 到底覺悟到什麼 覺悟到緣起 所以緣起它基本上 因為《佛大經》的第一章 就是講緣起 我們先理解一下 就是所謂的緣起 它主要就是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它的一個重點 它的一個重點 就是各種條件合合而生情 不管是什麼樣事件的現象 都是這樣 包括我們這個生命 那麼它主要有一個主要的條件 一個次要的條件 那麼把這一些重點 把這一些重點弄清楚 就是它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為什麼會這樣 那麼我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讓它不這樣 完全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苦即滅到 就是世帝 所以緣起就是世帝 世帝就是緣起 一個是橫向的說明 概念 苦 苦因 那麼 滅苦滅 即滅苦的方法 那麼這主要是從緣起來 那麼緣起 十二緣起講的是生命的整個現象 它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生命 它怎麼來的 那重點在兩種 我們說流轉的 要講這個此故彼 所以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劍緣起及劍法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佛法的核心是什麼 是緣起 所以叫做劍緣起及劍法 那劍法及劍佛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之所以學習佛法 最重要的 清淨佛 歸一三法 最重要的就是要學習法 法是什麼 佛是什麼 佛是絕者 絕務法的人 絕務真理的人 這個我剛才講 就是佛是絕務真理的人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緣起 所以你歸一三法 清淨佛法 學習佛法 重點是學習佛 佛怎麼修行 可以見的這個緣起 解脫這個身世 所以它的關鍵在什麼 關鍵在你有沒有見緣起 金剛經的說法就是 一切賢慎皆與無違法有差別 那無違法是什麼 無違法就是不生不滅法 緣起法是生滅法 但是因為你知道它是怎麼生滅的 你就知道它是怎麼樣不生不滅的 所以諸邪無常是生滅法 這個是緣起 緣起法 劉種的 那麼生滅滅飲 極滅現前 這個 這個就是解脫法 好 那我們明解到這樣 我們就知道 那我們要學習的佛法 我們要學習的佛法 我們現在回頭過來講 就是說我們所謂的佛法 我們所謂的佛法 它是佛頭絕目緣起所說的 好 那我們現在還要知道 那大聖佛法呢 大聖佛法 講的 我們剛才講 佛法是佛頭在文明書叫絕目 絕到的真理 從宗出家 或是由正 就是它由正的 它講出來 那麼所以這個部分是 佛頭佛所正法 應該是這樣 最重要的是佛所正的 佛所正法 佛所正的法 就是真理 那佛所正法 佛所正法 它講出來 就是佛所說法 依佛所正法 而說出來的佛所說法 我們叫做教法 佛所說法 那大聖佛法 有一部分是從佛所行法 佛沒有特別說 但是佛的行為 表現出來的大慈悲 大智慧 這一部分也是佛法 當然還有一部分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佛法 基本上 是從不壞佛教 從原始佛教 大家都解禁那一部分來的 但是我們說過 大家都解禁的不代表所有的 因為佛頭有很多說法 為在家人說的 為天上天人說的 為什麼說的 那麼有些也沒有結集出來 那麼這一部分也成為大聖佛法的一部分 但是大聖佛法 我們剛才講 大聖佛法的重點 一般我們 比如說波羅經 我們再來講波羅經 那麼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佛所證法 是佛的意義 他所證的 心念 佛所念法 一般來的說話 佛所念的 佛所證的 佛所說的 這個是孔 那麼佛所行的 這個是身 比如說 佛所沒有講 比如說 有一個比丘 眼睛看不大 需要穿正 他就在神團裡面 高僧講 有沒有人要修佛法 幫我穿正 那看不到 佛陀就說 我要修佛法 我來幫你穿 他那個比丘 雖然看不到 他看到發現 怎麼佛陀 他會很不好意思 佛陀已經福德圓滿了 他還要怎麼 他還要修佛法 阿娜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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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佛陀 去弘法的時候 那時候佛陀臨已經大 然後佛陀坐下來 通常就開始休息 阿娜有時候幫他摧背 按摩 佛陀在休息的時候 阿娜就在旁邊背經 會把佛陀背著 背到這個清覺之 清覺之裡面講到 這個經經覺之的時候 佛陀一聽到 馬上就坐起來打坐 阿娜 阿娜 你剛才念 禁禁絕之士嗎 是的 應該要進去 他就起來進去 你看他也沒有講 但是他這個叫做什麼 佛陀行法 他就是行 行深覺有時候中過嚴教 所以 這個這部分佛所修行的 大聖佛法裡面 又把它分 佛在成佛以前 跟成佛以後 表現出來的 表現出來的 他不一定是 他告訴你 你要修福報 你要怎樣怎樣 當然他也有說 看病福點第一 怎樣 類似像這樣 但是有時候佛陀沒有講 沒有講 但是你從佛陀的嚴教 以及佛陀的這種身教裡面 流露出來的 慈悲、智慧、忍辱、精進 這一類的特質 不斷地被宣揚 所以他基本上就叫做菩薩道 佛所行法裡面 主要有兩部分 佛所行法 這個叫做身教 這個不要兩部分 我們把這個插掉 佛所行法主要有兩部分 就是成佛以前 有時候佛會講到 我過去 那麼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佛為什麼成佛 那麼佛明顯跟阿羅漢不一樣 佛也是阿羅漢 但阿羅漢明顯不如佛 舍利佛目見人 舍利佛智慧第一 目見人神通第一 悟羅那說法第一 佛正眼分別第一 阿難多聞第一 大家是陀陀第一 不管什麼第一 到佛陀那邊 都不算第一 因為佛陀也是大阿羅漢 但是舍利佛的智慧再怎麼高 明顯不如佛 目見人神通再怎麼厲害 明顯不如佛 阿難利的天眼第一 明顯不如佛 佛陀那說法第一 明顯不如佛 那麼這一些第一的 都是舊金 都是武學 都是大阿羅漢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大的差別 那既然佛也是阿羅漢 舍利佛 附見人這些也是大阿羅漢 那我們既然要學 既然要成就 為什麼不成就像佛這一樣的大阿羅漢呢 好 那麼這種觀念在當時佛派就開始在被討論 一樣都是佛啊 那一樣都是覺者 其實佛陀是覺者的意思而已 只是後來變成佛陀的 西達多的專用名詞 只是變成這樣 所以只有佛陀稱為佛 其他的都不稱為佛陀 那如果照佛陀覺者這個觀念來說 其實阿羅漢也是覺者 他也是佛陀的 佛也是阿羅漢 阿羅漢也是佛 因為都是覺者 所以佛陀是覺者 覺悟真理的人 只是這樣 佛陀的意思就是覺者 覺悟真理的人 那麼如果從這個地方來講 那麼阿羅漢也是 阿羅漢也是 但是為了尊重佛陀 那所以因為他是創覺 第一個覺悟的 而且他雖然覺悟的內容是一樣的 都是見緣情 但是佛陀的智慧跟能力 明顯高於其他的佛陀者 所以之後佛陀就變成 釋迦摩尼佛的專用名詞 就釋迦摩尼佛陀 是釋迦族的賢人 他的名詞其實叫做渠坦西大舟 他姓渠坦名西大舟 那麼他是釋迦族的賢人 後我們習慣叫做釋迦摩尼佛 其實是這樣 從證詮 從釋迦 釋迦 釋迦 菩提是釋迦 從這個釋迦來講 其實阿羅漢也有釋迦 所以我們會把釋迦分成三種 僧文菩提 僧文的釋迦 辟子果的釋迦 跟佛的釋迦 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但是佛的釋迦明顯 所以我們才會在這個政卷上面就加一個無上 叫做無上正等政卷 那這個聖文跟畢基某他也是正等政卷 但是他不是無上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了解到 大聖國法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所以成佛之前 有時候我會講到成佛之前 比如說我過去在人路先人的時候 他就講到有一個特點在人路 我過去做這個路王的時候 九色路的時候 怎樣為了求法 還是布施 還是持戒 還是人路 還是經濟 還是修禪定 做先人的時候 小腦在我的頭上 祖草 他動都不動 類似像這樣的種種的過程 後來就變成所謂的菩薩道 就是我們既然要學佛 那我們要知道 佛之所以成佛 跟他過去所修行的一定有關係的 過去所累積的 他到底是累積在什麼 那每一個人 那麼多阿羅漢 累積的也不太一樣 我們如果要跟佛學習 既然都要修了 自然都要學了 我們怎麼不學一個最究竟的 最好的 雖然時間要比較長 比較苦 但是我們願意啊 對不對 那麼這個概念就不斷的被神起 所以菩薩道初期大勝 基本上 第一個 廣行 一般叫做升官 一波羅進來講 升官廣行的菩薩道 就是成佛淺所修的 跟成佛之後所行的 這所修的 就是從佛的行法 比如說佛一得念法 正念法的時候 他心裡面想的就是 我要去度哪些眾生 首先要度他兩個老師 那兩個老師是 佛陀之前其實是有 有跟人學過的 第一個就是 塔伯羅摩諾子 跟阿羅勒加蘭 他在修六年古行之前 其實有修禪定 應該在辟舍里附近 一個可能在王舍城附近 有跟過老師修禪定 根據紀錄 佛陀正了這個 當時最高的 一個是非想非非想 一個是無所有觸定 但是 那些大德跟佛陀說 這個就是覺悟了 這個就是解脫了 但佛陀不認為這樣是解脫 因為他已經修到最高了 所以他覺得沒有解脫 他又去參加另外一種 號稱可以解脫的 當時可以解脫的 基本上就是 定跟戒 戒跟定 那定裡面就是 所謂的 最高的產業修道 非常非常非常 那佛陀發現 這個還沒有解脫 後來就去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號稱可以解脫的 就是苦邪 當時的印度流血 就是苦邪 因為你苦是有業 那麼你受苦 你就會消掉這個業 他們是這種概念的 那麼你因苦而死 你就解脫了 你都把這個業都消盡了 然後當然你就不在 你不在照業 那麼你就解脫了 他認為這樣就解脫 所以佛陀也去參加苦行 苦行的身團裡面 去苦行 這個烏比丘就是當時去苦行嶺找到的 找到佛陀 然後護持他的 後來佛陀修了六年苦行 修到身體 因為他的苦行 苦行有很多種 他選擇的是一脈一脈 就是吃很少 那麼六年苦行 身體瘦得非常瘦 所以有苦行下了佛陀 後來發現這樣下去 命沒有了也不能解脫 所以後來他就捨棄苦行 那因為他捨棄苦行 無比丘很不諒解他 我們捨棄王公的生活 來護持你 結果你捨棄修行 當時的觀念是捨棄修行 捨棄苦行就是捨棄修行 捨棄修行就是不能解脫 所以不太諒解他 就不跟他去 所以佛陀成果之後 本來要度他兩個老師 他兩個老師都 修禪定的都升到無色階天 沒辦法度 收到義階天還可以 無色階天他 無色階天就比較難 無色階天有時候還可以 無色階天就沒辦法 所以他兩個老師是沒有辦法度 所以他就想說那要度無比丘 他去度無比丘 其實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 佛陀你看 佛陀從菩提樹下 開始想怎麼度眾生 一直到一直到他要入聶旁八十歲的時候 人已經躺在那裡了 最後虛把陀螺 他已經中夜了 你看一到去就知道 我大過內半經 那個時候佛已經要入聶旁 但是還沒入聶旁 還在等一個人 等什麼 等虛把陀螺 這個虛把陀螺是一個老外道 那麼這中間一直都沒有親近過佛法 後來聽說這個佛陀在基斯納入聶旁 然後他就趕過來 一定要在佛陀裡面 就在佛陀要入聶旁之前 佛陀要入聶旁之前 他一定要見 因為那時候人家不趕他進去 那佛陀知道就跟阿蘭講 你讓他進來 他是我最後的弟子 後來就跟他講了沒幾句話 他也沒聽過佛法 也沒聽過佛法 但是過去術士有三根 所以他聽了沒有多久 他就證阿蘭 證阿蘭他就說 我不能見佛陀聶旁 他就先佛陀聶旁 那麼很多阿蘭都是 佛要陀聶旁 我先佛陀聶旁 那彼格列來講 比如說 大家是要解析經典的時候 大家是要解析經典的時候 第一個去找誰 在天上的焦彎波庭 焦彎波庭叫牛士比丘 因為他為什麼在天上 因為他吃東西吃吃都會突出來 再吃進去 然後人家看起來就很髒 然後大家會覺得 不知道他是阿蘭漢的人 會毀謗他 結果這個人怎麼這麼 怎麼這麼 怎麼這麼胖 另外 這讓知道的心裡面 會嫌棄他 所以佛陀就說 你在人間 會讓人家造口用 你不要在人間 因為你這種習慣 你吃東西吃吃 突出來再吃進去 誰看了都會噁心 所以你不要在天上 你不要在人間 你到天上去 天人有天人 而且天上吃的東西 跟我們比我們 不就是斷 斷 吃的很粗 天上的不是 天上的很好 天人也有天人 他非常尊重的 你讓天人修福報 在天人 受天人共感 所以他就沒在人間 那在天上沒來人間 沒來人間 佛陀露滅人他都不知道 佛陀露滅人他都不知道 然後大家就知道 然後他就請人 有神通的人到天上 請喬萬波提下來 結果喬萬波提一看到 平常沒有人來找他 平常都沒有人去找他 今天未來有人來找他 他就說 是不是世尊發生什麼事了 他說世尊露涅槃 他說那蛇利弗目見人也露涅槃 因為這也是教他們的 他說那 既然大家都露涅槃 他說那尊者來找我 有什麼是怎樣 他說大家是請 讓我來請尊者下去 幫忙結局經典 教萬波提說 佛陀已經露涅槃了 我的老師 我的師長 捨立佛目見人已經露涅槃了 那我也要露涅槃 就露涅槃了 那你會發現到 很多人會也是這樣 聽到佛陀 佛陀在屁舍霖 屁舍霖的時候宣布 要去居室那露涅槃 很多人聽到的 包括大愛道 很多人 就是佛陀要露涅槃 我先佛露涅槃 就露涅槃了 那有一些是 像這個 像最後一個就是 就是虛把頭了 我等一下佛就露涅槃了 我先露涅槃了 另外一種就是 聽到佛露涅槃之後 就直接也不管了 但是佛陀不是 你看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講解脫道 菩薩道的概念不太一樣 那這個佛陀也沒有說 但是我們從佛陀一生 從他在普敌樹下 一直到 居師那 露涅槃之前 這中間 橫河的兩岸 我們叫做席不霞門 那類似像孔子時代的 周有列果 從這一國到這一國 從這一村到這一村 那麼不斷地 哪裡去度眾生 就不斷地去 甚至到天上去 然後度他五千 然後回鄉度他的父王 進化王 那你看多少人因為佛陀這樣 那麼不斷不斷地 不斷不斷地得到利益 而且佛陀度了五十五位阿羅漢之後 就是吳比丘 然後再加上金匹羅他們有三個 然後再加上耶穌五十五個 五十五個 這有六十幾個比丘了 六十三個比丘了 佛陀就跟他們講 你們不要一個人走一條路 六十三個阿羅漢告訴你們 告訴他 你們不要一個人走一條路 不要兩個人走一條路 結伴 不需要結伴 一個人走一條路 到沒有佛法 因為那個時候都沒有佛法 你們去度眾生 一個人走一條路 你所在的地方 佛法就在了 因為你已經證得真理了 你這個阿羅漢所在這處 極為有法 那麼這些人就可以證得佛法 就可以依佛法得利益 所以不要兩個人走一條路 一個人走一條路 到各個地方去度眾生 你看這個不叫佛陀道的概念嗎 所以佛法 那麼佛祖自己呢 佛祖自己一個人去度三加社 因為他知道當時王舍城 三加社是品伯說羅王的弟子 品伯說羅王是當時有兩大國王 一個是品伯說羅王 一個是波士尼王 那品伯說羅王是王舍城這邊的 大家社也是王舍城的舊人 那佛士尼王是比較靠近 佛士尼王跟茉莉夫人 品伯說羅王跟韋迪西夫人 那麼這兩個是佛陀道的大國王 那麼最早是在王舍城的 最早是在王舍城 那他最早的軍社也是在王舍城 竹林軍社 後來竹林軍社有了之後 須達多來竹林軍社 來王舍城辦做聖地 那麼聽到佛法之後正出國 回去才去找地方見奇異軍社 那麼佛法就在這兩個地方 然後佛陀就不斷不斷 從這個王舍城 然後一直往院 一起延伸延伸 那麼各地蓋金社 那麼各地度眾生 那麼從來沒有停止過 沒有停止過 你看這個跟阿羅漢 這個阿羅漢之後 就在怎麼樣 就在森林裡面 那麼享受那個極盡樂 然後少事少夜 少希望就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這種精神 你看佛陀 佛陀成佛以前修的 這個是傳托的本聖經 本聖就是過去生 這個本聖經裡面當然 很多都是佛陀過去生怎樣 也就是佛自己說的 佛沒有說誰知道他過去生怎麼樣 一定要佛講才有 那麼有一些當然是依據佛的特點 有些是編出來的 有些是過去的印度神話路 那個就是佛的本聖 那麼我們有很多本聖經裡面的故事 比如九色路 然後會講過很多 那佛做過什麼 那麼從裡面結集那些特點 我們就把它叫做波羅密 我們就把它叫做 就是佛所有的 這個擁有的這一些特點 我們把它叫做波羅密 就是我們講道德 道德 就是他所具有的德性 修道的這些德性 因為佛法有三部分 道理真理 道路正真理的方法 正的真理所具有的功德 道德 不管是解脫道 菩薩道都有這三大部分 道一般我們講 五秤佛法有人道天道 我們把它歸入叫人天道 人天道 然後解脫道 身文必知佛 解脫道 然後菩薩道 也叫做佛道 那不管是 我們把這個叫做五秤佛法 這個道 道就是道有三大部分 那不管是人天道 解脫道 菩薩道 他基本上就是你這樣修 你這樣發心 修這種方法 就具有這樣的特質 性質 他基本上分做三部分 道理 道路 就是我們修的道 修道到底在修什麼 那麼他的宗旨 道路 道路 真理是什麼 正真理的方法 所以阿蘭經裡面主要 大家是要解脫的 基本上一個無我真理 怎麼關無我 怎麼正無我 那正無我 正真理的次第 就叫道品 道品 就是三十七道品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就是道路的這部分 那麼金 修多羅 次第首詮 就在講這個修道的次第 修道的宗旨 修道的方法 以及修道後所具有的殊聖跟功德 基本上是這樣 那所有的金都在講這些 都在講這些 我們要知道 那麼道律 道路 道理 跟道德 就是修道之後 修正的這個道理 修道之後所具有的特德德性 那麼我們說的道不管是解脫道 不管是仁天高還是菩薩道 那波羅經基本上在講菩薩道 那我們說菩薩道的重點 菩薩道的重點 因為它是成國前所修的 成國後所修的 菩薩道的重點 菩薩道的重點 再兩個 一個升官 特別我們是波羅經是這樣 升官跟管行 那菩薩道基本上的重點在於 佛所行法 從佛所說法 重點在佛所證 跟佛所行的 叫做行跟解 當然也依佛所說的 那升官是升化 身化無我 身化無我官 身化無我的概念 官 身化無我官 或身官無我 那麽為什麽叫做身化 等一下我就來講 那麽廣化 這個是身化跟廣化 廣化佛所行 佛所行 就是佛還沒成佛之前 叫做菩薩道 佛已經成佛 那麽表現出來的 他還是 因為他還是菩薩道 就是佛道 他基本上 菩薩是因佛是果 那麽廣化佛所行法 那麽身化佛所證法 佛所證法 佛所證的經理就是 緣起無我 身化無我官 那麽我們可以說 身化佛所證 佛所證 身化佛所證法 廣化佛所證法 好 這麽我們稍後再來講一下 因為我們要講的是 摩厚波羅波羅蜜經 那這個是初期的大聖經 好 這個白板比較麻煩 不要學這一套 好 給大家聽聽聽 我們說 身化佛所證法 這是波羅經 波羅經的基本上的一個內容 基本上都在講這件事 那波羅 波羅經的主題是波羅 波羅是什麼 波羅是大彼岸的智慧 所以這波羅 波羅蜜 波羅就是智慧 這個智慧主要是指無肉慧 無肉慧就是可以解脫的智慧 基本上是這樣 那我們剛才講 就是人之所以解脫 根之所以溫迴 他的真結 剛才我們從緣起來看 這道俗米 他的真結是什麼 生死的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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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我見 有我見 一定有我愛 有我愛就有我所愛 我愛我所愛就會造業 造業就會感召生死 生死就會受苦 苦又會起煩惱 我剛才講過 他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生死的真結就是我見 那麼詳細講就是我見我愛 因為他是一體兩命 我見就會有我愛 我愛一定是依我見而來 那你只要把我見斷掉 你只要把我見斷掉 你就正出國 我見也有分出跟系 我愛也有分清跟重 等下我再說 我先把這個說完 生死的真結也就是我見我愛 所以因為這樣 解脫就是解脫生死 解脫就是解脫生死 現在雖然還有生死 但是也就是樹根拔起來了 解脫不遠 比如正出國 他還有七次生死 最多還有七次生死 三國還有一次 所以他雖然還有生死 但是他肯定可以解脫 解脫的關鍵 因為生死的真結就是我見我愛 無名愛 所以無名為父 貪愛而有眾生而有生死 解脫的關鍵就是什麼 無我 這個很重要 解脫的關鍵 因為生死的真結就是我見 那你怎麼去掉我見 你沒有我見 他就是無我 這個一直都是佛法的核心 那無我在佛陀 佛陀就是大家是個結集的 我們從無愛佛教裡面 那麼可以看到大家是個結集的經典 那麼基本上 雜然行裡面 所有的這些經 主要分 主要只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在講無我的 一部分就在講道別 三十七道別 怎麼正得無我 那你要具備什麼條件 可以正得無我 那怎麼去觀照無我 那基本上又從三個部分 三個部分去觀照無我 這個後面我們先知道 後來我們在讀波羅經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清楚 這個只是先概論 那麼通常 你會看到波羅經裡面 講的 波羅經我們說原始波羅 大家講 波羅 波羅基本上 它有分幾個次定 最早的就是原始波羅 原始波羅是沒有講空的 比如說道行波羅經的道行品 它講諸法無受三妹 像金剛經 它也有原始波羅的一部分 它不講空 金剛經沒有講空 金剛經也沒有講菩薩 它講什麼 講阿羅漢 虛頭法人做失念 我的虛頭法人果 虛頭法人做失念 它也不講出地惡地 無生法人 它不講這個 但是 它 金剛經裡面也講無我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若菩薩知識無我法者 如也說明真是菩薩 它重點在講無我 但是為什麼後來會變成空 這個我們再來講 波羅經 原始的波羅 原始的波羅 包括有一些 有一些 夏平的波羅 有一些 它基本上還是重在無我 後來就變成講空 後來就有很多種空 三種空 七種空 十四種空 十八種空 最多講到二十三種的樣子 都非常非常多 空空 大空 有為空 無為空 忍心空 智相空 共相空 一切法空 反正就非常多 以前我做過幾次的大波羅經 有些人手 現在又有點疏忽了 就是非常多的空 這種觀念我們剛才講 是一 大餅謀殺 所有借有部 在講一切法有 所以我們說要深化 我們剛才講 波羅經 它是在深化佛索陣 佛索陣的是什麼 是元起 元起是在講什麼 講無我 所以它是深化無我關的 那我們先理解一下 那比如說 我 雜欄經裡面 兩部分 主要兩部分 馬上講佛法就兩部分 一個就是整理是什麼 第二個是怎麼真的整理 所以雜欄 大家知道解體的 也是這樣 你看雜欄經裡面 最主要的 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雜欄 我們的雜欄 是所有借有部的經典 都是部派的人 南傳的是同點部的 也是部派的人 他們會說他們是原始佛教 或是根本佛教 其實都是部派傳下來的 好 那麼 到家這 就是我們的雜欄 那基本上 最主要的 無我 它分三個部分 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五運無我 從五運上收 第二個部分就是 從六處上收 那六處就是十二處 就是我們會隨著進生起這個心 內六處跟外六處 沿著鼻子生命 跟深深相位處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延起無我 那這個延起無我裡面 八萬跟那個四弟 跟四弟 跟這個 跟這個六戒或十八戒 四弟十八戒都放在一起 這個叫雜欄獸 這個叫五欄獸 這個叫六路促獸 所以這個是緣起 這樣重點是緣起 那緣起跟四弟 是不同的說法而已 一個狠的說 一個素的說 緣起是素的說 生命的真相 現象 無名形式 名色就最愛之有 那四弟是狠的說 甘妙的說 苦 急 因為緣起後面是苦 苦為什麼會有 因為有老病死 老病死 優悲老苦 那這個是不是苦 那這個怎麼來 因為有生命 生命怎麼來 我們剛才講 因為你在過去 現實的生命的存在 積極累積的潛在 那你就會 你就會累積下一生 你引用這個業 你下一生一定要生 不生都不行 像出國 他雖然斷了 斷了我見 但是 他下一生的生命已經累積好了 他不生都不行 他還是要去除了 他這一生已經給他斷阿羅漢 斷掉了 斷後有愛 第一個規定記裡面就有講 他把後有愛斷掉了 他才沒有 他我見斷阿 我愛還沒斷 不是 我見跟我愛是一樣 那個我們剛才講 有出有戏 寫在這裡 我出我見跟我愛 他不太一樣 但是有我見一定有我愛 他有出有戏 有出有戏 通常是這樣 我見 我見有出有戏 那麼出的是所謂的分別我見 出國就斷分別我見 阿羅漢斷根本我見 分別我見斷掉了 他就生死就決定會癢 但還沒癢 如果你把根本我見斷掉了 這叫阿羅漢 這個是正出國 出國斷神見 其實斷的就是分別我見 但是他有無名 還有根本我見 無名要到阿羅漢四國才斷 出國斷三節 主要是生見 就是我見 生見接近起癢 二國薄炭爭吃 你看還有炭爭吃 三國斷五下分節 就是除了三節之外 把我愛裡面的比較粗的部分 玉見 玉炭斷掉 玉炭斷掉成也斷掉 到阿羅漢的時候 把色灘無色灘 就是我愛比較細的部分 把色灘無色灘也斷掉 然後把根本無名斷掉了 吊主慢無名 基本上是這樣 我們大家稍微查一下資料就有了 我就不寫了 那這個是阿羅漢 這個是正出國 這個是正出國 我愛的部分 他主要就是也分出跟性 出的就是對五玉的貪愛 這個叫玉貪 這叫玉貪 這個是出的 玉貪斷掉就正三國 因為你把玉貪斷掉了 把玉戒的直取 把玉戒的我愛或所愛 就是玉貪斷掉了 所以你不來玉戒 所以三國就不來 三國就不來 去哪裡 去色街 因為他已經把玉戒的貪愛斷掉了 所以他不來玉戒做生 你只要對玉戒有貪愛 你就會來玉戒 你對色戒有貪愛 你就會到色戒無色戒 對無色戒有貪愛 你都到無色戒 基本上是這樣 那色灘無色灘 所以玉戒和色灘無色灘 那你把玉戒斷掉 你就正三國 那你把色灘無色灘 你斷掉 你就正四國 當然 這個是同貪愛來講 這也是我們知道的 那麼 我們看 這個我們說 真實的真己的是我見 解脫的關鍵就是我 所以大家是要解禁,我們說他是根本佛教的 大家是原始佛教,剛剛我們講過 但是我們這一切怎麼知道,從不敗佛教來 就傳來傳來傳來 我們知道大聖教解禁的重點只要就是兩部分 一個就是生死的關鍵 生死的真解是我解,解脫的關鍵就是無我 所以他重點在講怎麼去關無我 怎麼去關正我,就是怎麼去關照我 關照我的方法通常就是五運、六處、連起 有一些就重在所謂的十八界、運處界 生理的、心理的、物理的 五運是我的分析 你要知道什麼是我,你必須知道什麼是我 分析什麼是我 我在當時的印度有三種的分析 從心理的、受想形式是重心理的 色就是物質的 通常生命只分兩個部分 我們的生命通常分兩個部分 物質的跟非物質的 或是精神的跟非精神的 或是物質和精神,就這兩部分 生跟心 那麼五運就是重心的部分 所以心的部分講四個受想形式 然後物質的部分就講一個色 用色代表 所以叫色色小群是五運 另外一種分法是重生理的、感官的、認識論 顏耳、鼻舌、身、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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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講一個意 所以這個是重生理的 還有一個是重物理的 比如說地水火風空飾 這個是物質上的、物理性上的 所以從這三個 這三個是阿彼達摩 阿彼達摩強調的 所以它叫做運觸界 所以據者論一開始 第一章就講三科 運觸界 就講這個 但是 我們如果從大家設結集 就是我們的雜案來看 基本上就是五運、六處 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從五運、從六處 還有一個是從年期 當然會不會有四弟 有所謂的十八戒 十八戒 這個是十二處 或是六處 這個十八戒裡面有時候講 把它抽取簡單的東西出來 變成六戒 所以通常會講運觸界、運觸界 從運觸界去關我 就是從身心的各個角度去觀察 到底什麼是我 到底什麼是我 我在哪裡 那麼講這樣的一個道理 如果你不容易 那麼你要先具有哪一些功德 或是哪一些修行設計 你才能夠正的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看不到 你說的那個景象我都看不到 你站太低了 你要爬到幾樓 你才看得到 類似像這樣 所以開始講所謂的道品 四念處、四正前 道品有很多種 但是後來 後來的部派 把這些道品常用的 常說的 收集起來 分成七大類 三十七道品 四念處、四正前、四路一九 五根、五立、七絕之、八正道 這個是常用的 那當然還有其他 不只是這些 還有其他 比如說像八大人絕 七聖禪 那麼還有很多 三不漏血 這些基本上也是修行的次第 那麼這些就比較講所謂的次第 那每一本經裡面都在想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功德 主要都分這三部分 你每一本經裡面都有 就是 你這樣修是要贈得什麼 你要修升天的 要修解脫的 要成佛的 要修得定的 要修舌神通的 那麼他都有你修行的宗旨 跟修行的理念 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那經特別在講次第跟方法 所以這個論詞他會講 修多羅次第所選 講禁律恩 修多羅次第所選 就是一本經 尤其是大聖經 大聖經 他特別都在講修行的次第 你開始要怎麼樣 有些是從戒定位 有些是從信解行政 有些是從布施開始 就講得很多不一樣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 這本經在教你怎麼修 那麼這樣修了之後 會擁有什麼樣的特質 就是功德 我們叫道德 一 先理解這個道理 那麼由這個道路 認證 是這個道理 是這個道理 修這個道路 由這個道路再 徹底了解這個道理 然後就具有這樣的道德 通常是這樣 我們對佛法 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完整 完整而且清楚的認識 好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人 比較不懂得佛法 因為後來就變成 淨圖跟夢法結合 都只知道念佛往生淨圖而已 怎麼往生而已 那到底佛講了些什麼 為什麼這麼講 為什麼要這麼講 那麼基本上 多數的人是 反正讀那麼多也不會解脫 也沒有用 所以不用讀 其實錯了 你誤會了 那麼佛法清美上 你是要了解的 就算你要往生 你都要知道 你都要知道 往生是往生到哪裡 那依什麼運緣可以往生 比如說 很多人念佛 他 阿彌陀經跟你講的次第 依這個祖師道德講的 就是信願寫 但是依這個 就是往生的三資料 但是依無量壽經跟你講的 他就不是往生三資料 但是也不離開往生三資料 他的次第就是什麼 往生的四個必備條件 發菩提心 修諸功德 一項專念 一項發願 所以你信念寫裡面 你沒有菩提心在裡面 但是依無量壽經來講 他必須要有菩提心 你沒有菩提心 二聖總不生 你沒有菩提心不能往生 所以這個 你如果不瞭解 整個經的修行次第 修行的原理 你是不能具有那種修行的功德 就是你不能夠有往生的功德 或是不能夠得到往生的這樣的殊勝作用 所以每一本經裡面 每一本經裡面 他都很清楚地告訴你 修行的理念 修行的忠誠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方法 以及修行的殊勝 並修行的功德 這個你必須要知道 好 那我們剛才講到 講回來 因為我們還沒講到這個 波羅波羅的這個世經論 他重點 比如說講無我 生死的真點是我見 解脫的關鍵就是無我 那無我 我們第一大架色解禁 因為我們是從 布派文教裡面看到 大架色解禁的 那麼從這個布派文教 再去推測想說佛陀當時的 佛陀在世的時候 就有解禁經典 解禁有兩種 一種是佛陀滅後 我們知道這個是解禁 第一次是五百解禁 後來有七百解禁 後來有所謂的第三次 第四次解禁 但是最主要就是五百解禁跟七百解禁 五百解禁是在王舍城 七百解禁是在屁舍林 好 那麼五百解禁的內容 五百解禁的內容 在當時就是我們講的 雜阿涵法跟律 法主要是雜阿涵 律只要是八十壽 八十壽律現在不見了 沒有了 然後原來的解禁 那麼雜阿涵就是變成布派 開始布派文教裡面傳承下來 不太一樣 但是都是依原始佛教來的 那原始佛教是依根本佛教 讓我們講佛在世的時候就有解禁 佛在世的時候 就是佛說法的時候 基本上很多人 因為那時候沒有書 他們習慣又怎麼用背 佛在世的時候就有說 就有所謂的說法 這些說法 佛在世的時候說法 當時的解禁叫做法聚間 法聚間在當時已經有解禁了 但不是現在的法聚間 但是也是類似的 已經有了 還有一個就是像彼岸道餅 藝品裡面那些 其實根據研究都是佛 時代就有的 那麼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比如說周立盤羅傑要出家的時候 為什麼 為什麼他出不了家 不是 他的哥哥叫他還屬 為什麼 因為當時解禁的這個祭 就是你出家要背一個祭 你都背不起來 你都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你修行的一個口訣 重點口訣 那如果你背不起來 那表示說當時有一些佛法 透過口傳 已經在流行 身口 一夜不招惡 末老一切諸有情 正念觀之欲進攻 無運之苦當念有 這個是當時 比如說像法聚這樣的 那麼不斷在流傳 這個是佛陀時代就有了 那麼一個是佛陀命後 我們再講一下 這些無我的觀念 解脫的關鍵 五運六處 緣起無我 告訴你怎麼正的無我 那麼你正的無我之後 你就是已經 就是確定可以解脫 其實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要一個重點 那時間到了 我們稍微簡潔一下就好 就是說 它要深化無我的觀念 為什麼 因為到了不派佛教 我們剛才講的是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到了不派佛教的時候 一切有部 是當時不派佛教最大的 那麼一切有部的 無我的觀念 產生奇異啊 變化 它開始分人無我跟法佑我 開始分人無我跟法佑我 那麼對於某些人來講 覺得你這樣都分無我 這個其實是不是佛法無我的概念 如果佛法的無我的概念是 人無我法也無我 所以後來才叫做人空法空 才講空不講無我 另外講無我你也講無我 可是我的無我是人無我法無我 你的無我是人無我但法佑我 所以後來才不講空 所以後來才不講空 不講無我講什麼 講空 空就是什麼 人無我法無我 後來我們又講相親 他說人無我法空 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波勒金是在深化 深化 我們講這個 深化 佛所證 佛所證的去是元起無我 那麼因為 到了誤派 他把無我的觀念變成 人無我法有我 所以這一部分 波勒金在做釐清 還有一部分就是 廣化佛所行法 就不只是佛教我們 怎麼得解脫這樣而已 包括佛是怎麼得成果的 那麼佛過去生到底做修了些什麼 佛這一生 他的修行表現告訴了我們什麼 所以他是從佛所行法 佛所行法 包括佛過去生所修的 跟現在生 我們看到的 他把他管化了 所以叫做深觀管行的菩薩道 好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因為有很多概念 我們要慢慢說 那麼這一些 這一些看起來好像跟大致論的關係 其實很有關係 這個是他很重要的 他的一個精神思想的概念 那麼我們要先了解這些東西 我們再來比大制度論的時候 大聖經、波勒經裡面的大制度論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清楚 好 那因為時間大 我們今天就想到這裡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結構成佛道 好